409包从加拿大进口的募屑粒里头进夹肠毒品大麻花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日前运用大数据分析 清查上万笔进口货柜资料 发现姚姓负责人利用人头公司 在进口货物夹肠不法物品的可能性极高 因为接收这批大麻花的公司主要营运项目是基上和 且募屑粒价值低廉因此遭警方盯上 那这次我们保安总队失职货柜进口的安全检查 那这次是我们针对大数据的分析 进口桑桑资料发现有一间可疑的人头公司 他从加拿大进口低价位的这个募屑粒来台湾 那里面有夹肠这个大麻的情形 于是呢我们就向海关密报登陆 并在4月28日的时候会同在台北港会同海关进行查验 也在里面发现了400多包的这个大麻花 总共高达456公斤 那我们当然立即报警了新北地检来指挥侦办 由陈旭华主任检察官率领吴志涵检察官来指挥溯源侦办 那因为按这个毒品的量非常的庞大 于是我们也向上承报 以报警的控制下交付 那在5月6日的时候就先拘提了前来领货的这个姚姓的换钱 也是这一间公司他的人头负责人 那这批货以那市值来算的话将近7亿的毒品呢 非常的庞大 想必幕后有一个走私的集团 那这部分在前后任总队长的努力指挥之下 专案小组结合了地检署刑事局等友军单位及海关 共同来三方努力 经过长达半年的溯源侦办 发现这批货是属于在士林北投的黑钢的结合来从事这批货的走私 那该集团他的分工细密 除了用人头公司来领货 另外交付货款的过程 也是层层的设下断点 但是在专案小组努力不懈的之下 那陆续查获了姚姓犯贤等古人的这个主要的犯贤 跟幕后的金主跟教售者全部都积压境界 也在昨天都全部提起公诉 并针对加拿大发货方的人来发布通庆 所以这个因为毒品的量是史上最大 所幸检警官三方共同努力将毒品截毒于关口 防止这个毒品流入市面 避免造成危害 大家都了解 那个大麻 这个是在世界上最泛滥的毒品 在我国相对是比较轻微的 但是我们从最近 在桃园地检署也有破货 600多公斤的大麻花 另外在9月份 桃园地检署也有指飞 破货栽种4千多株的大麻 在我们的国内大麻这个问题没有去正视的话 这部分将来对于我们的一些整个的社会资安 以及我们毒品的防治会产生重大危害 有鉴于此要打击这个毒品的相关犯罪 刚刚署长特别提到 必须要向上来去受缘 向下来去跑根 那这部分我们台高检署 在今年下半年发动了第七波安肥气毒状案 除了我们将新兴的毒品列入我们茶几的重点之外 大麻的茶几是我们重要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评估计效的一个重要的一些的依据 那这部分在今年的7月11日 台中检署也有我们的指挥 也有那个经过我们台高检署的一个协调 总共有16个地检署 共同发动过极弱麻毒专案 查获了不管我们是一些的贩卖 大麻的一些的嫌犯 以及施用大麻的这些的被告 总共有100多人 那大麻这一部分 那比较流通于在我们的青少年 或者我们在华林阶级 那甚至一些有在国外一些的被准的一些的人士 相对我们传统的毒品 比较不容易来去查契 但是大麻它是世界上最泛然的毒品 我们检紧相关的款度工作伙伴 一定会将大麻作为我们的未来工作的重点 本案检方于11月上旬侦查终结 将谣性嫌犯5人依法起诉 另将长生于幕后 长年居住在加拿大的台一林姓祖贤发布通气 本次共查获456公斤大麻花 估算市值进新台币7亿元 若流入市面可供45万人稀食 幸亏遭检警及时拦查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